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给我寄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口红 他们家居然大言不辞的说 嗯 自己做的是金秘书纯妆同款 而我在研究金秘书的妆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套妆容真的可以说是温柔爆了 不管你是要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商务场合 还是说你要面试 你要跟比较重要的客户或者是老板进行会谈 这一套妆容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百搭 非常非常的实用 所以如果你也对这套妆容感兴趣的话 如果你也想知道 诶 Office Lady这一套妆容到底该怎么画的话 就继续往下看吧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请大家给我疯狂的弹幕 转发评论投币搜长一条毛服务 如果对我感兴趣或者对我的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一定要点播关注啊 OK 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全素颜状态的我啦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给皮肤进行一次妆前乳 用到的呢是Bobbi Brown的毛孔隐形修颜霜 粉底液部分依旧用到的是Double Wear的这一瓶 OK因为我是要上镜所以我的粉底液会选Double Wear这种就是遮瑕力比较高 然后会比较上镜的粉底液 但是如果你们这些 嗯小婊子们 你们想要在职场里面去面试或者去工作的话 就千万不要选这种太厚重的粉底液 因为你用太厚重的粉底液 用太假面的粉底液的话 就会让别人在跟你商谈事情 或者是近距离跟你沟通交流的时候 有一种嗯 这婆娘今天都撒我 这种分大屌了 用到的遮瑕产品呢是Canmake的这一盘三色遮瑕 首先我们来选最深的这个颜色 打到我们黑眼圈的地方 还有我们都阴的地方 我们用手指头 把刚刚我们涂了遮瑕的地方 轻轻按压一下 把它匀开 接下来用湿佩妮的粉高01号色 来进行脸部的提亮 这一次我们会采用这样 比起我上一次的那种树条状的 更要让苹果肌饱和的 这样子去打亮苹果肌 让我们苹果肌有种蓬蓬的感觉 接着我们用这种小海绵 去把我们上面的提亮部分给拎开 而我的定妆部分呢 是新收到了孟伟寄给我的这个三色散粉 它的包装部分真的还蛮特别的 居然是这种摇滚风 然后上面这个应该是I just me 不知道有没有语法错误 然后后面呢是它产品的一个介绍 整个包装我是真的觉得在国货里面 算是很用心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 我就是我 然后里面是像这个样子的一个三色散粉 上面也是涂鸦的 后面就是三色散粉 绿色 然后好像是有两个淡粉色 一个淡粉色要深一些 一个淡粉色要浅一些 这一款散粉呢可以说是我闺蜜 你超级超级推荐 它就强烈强烈的让我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三粉 正好孟伟找我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然后赶紧让他们给我寄了这个公关包 让我试试到底这个三粉有多么多么的神奇 它里面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小绒布的粉铺 然后这里有个封条 封条上面也是他们的品牌名 我们把封条撕开 撕开撕开 里面就是像这个样子的 首先我现在要把盖子盖起来 然后把粉这样倒一下 让它粉能够均匀的 均匀的搅拌在一起 哇好像有点太多了对不起 哇好像下手有点太重了 怎么办 赶紧压一下 然后上脸试试看 他们家粉很细耶 非常非常的细致 而且是真的是秒柔焦 它的这个柔焦效果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秒柔焦 而且摸上去也是很滑的 不是不是那个 那个胡椒 我所谓的那种木材给的 这个散粉是真的 怪不得我闺蜜夸成这样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吗 秒柔焦 瞬间定妆瞬间柔焦 然后居然还有一点光泽感 这个神奇了 我感受到这个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 我突然就是能够明白 为什么我闺蜜会这么这么喜欢这一款粉 为什么她会觉得这款粉比大牌好用 你看到吗 它是有烟雾感的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镜头里面能不能看到 它是真实的有烟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细 像我之前很爱很爱的另外一款 你们要说我脑袋粉的那一款 就是真的是很细很细 我就是很爱这种非常非常细的 上脸以后轻敷感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没有感觉到拔肝 这个真的很很神奇 就是我没有感觉到拔肝 我觉得很舒服 换眉毛用的产品 是我刚刚在名创优品里面 买的十块钱的这种精细眉笔 拿出KATE这个SENSOR眉粉 我们用最浅和中间那个颜色去减充一下毛流空隙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眼影呢 就是这一盘Girl Cut的白日绘色 应该是这么独版 是我自己买的 当时也是风非常非常大的一盘国货 首先呢我们要用到的颜色 是这个浅色的哑光来给眼皮进行一个打底 接着我们再用这个中间的纯粉色 来画出像金蜜书那样粉粉嫩嫩 却非常有气质 非常带感 带感啊 总之就是非常阳气的一个眼妆 接着我们来用这个对焦 这个带着金色偏光的一个橙粉色 看见没有 就是刚刚我用刷子想上这个珠光色 发现上不上去 要用手指头才上上去 我真的很讨厌用手指头上妆 我麻烦这些国货生产眼影的厂家 可不可以就大家不要再生产这种 不能用工具 只能用原始的人类的手指上妆这种 这种珠光颜色的呀 求你们了 各位大佬 现在就赶紧让我把脸上的mooway 散粉 全部香香嗓嗓开 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经过烘焙之后 mooway的这款散粉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是真的有一种柔焦感 我觉得这个效果跟我用胡椒粉的效果 基本上可以说更略胜一筹 因为它不会像胡椒粉那种 让我老是有那种 他们家真的非常柔软 真的非常非常轻浮 非常非常柔软 而且我很喜欢这种柔焦感 就像我开了美颜一样的那种柔焦感 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最后呢 我是要用HOLICA HOLICA的这个单色眼影试用 然后去打亮下我的眼头和卧肠的部分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眼线部分 还是用名创优品的这一根眼线笔 去换一下我们的一对眼线 眼尾的位置我用的是Case Me的这一支棕色的眼线叶笔 而在上我们的睫毛膏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进行修容 用到的修容产品依旧是Omega的这一盘鼻影 和Jalee的KA用作两塞的修容 平日里面上班的修容呢 我们一定要下手构勤 有形似无形 就是 那你感觉好像 诶 就是脸挺小的五官挺精致的 但是 你仔细看以后好像觉得 好像又没什么 精密书在电视剧里面的腮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但不同于我们平常会这样来打腮红 它是打的面积是这个样子的 让你觉得整张脸都是红彤彤很饱满的那种效果 所以我首先要选资深堂的这一款恋爱魔镜的 这种橙粉色的腮红 来给腮红打一个底 而下面呢我就要用TZ的这一盘腮红盘 去选择中间这个很粉嫩的颜色再叠加到我们的橙色腮红上面 这个腮红一打上去可以说我们整个状态现在就是又温手又甜美 选择河冬的这一款高光 睫毛部分呢我依旧用的是CaseMe和Kate的睫毛打底膏 如果你想知道我睫毛是怎么做出来的 记得要去看我那一支关于睫毛的专题视频哦 而口红部分呢千千草是的你没有听错 就是那个丝瓜水超级超有名 我高中的时候还用过的千千草他们家 给我寄了这么这么多的口红 而且他们居然还号称是金秘书的同款 它的外壳呢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宝蓝色的外壳 真的是换成了他们家一向设计风格都 呃 不是那么那么的美丽的风格 因为它盒子上都没有标色号 诶是这里 这里会有色号的标注 但是它外壳上面是完全没有 里面是一个完全宝蓝色的管子 还蛮容易收集指纹的 整体质感的话我觉得还OK 对比其它的价格 这样的一个质感的话 我觉得算是还不错 我们把它打开 啊它里面的膏体长这样 是一个很鲜亮的橙色 一款橙色上手之后 诶是个很润很润的质地诶 我还以为会有一点干 但是居然是真的像牛奶般 丝滑和柔润的一个质地 这个质地是真的非常非常润 也非常非常地丝滑 完全不会拔干 然后上嘴之后 这个颜色是真的有一点偏荧光 但是对于我这种白皮来说 是完全hold得住的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超白跟我一样的 就是白到这些的皮肤的话 我觉得这个颜色你涂上去一定非常非常显白 非常非常地好看 我挺惊讶就是 它们家在这么低价格的唇膏里面 可以做到这种 就大家可以看见吗 完全没有卡唇纹 非常润 而且上嘴的过程也是非常非常丝滑 我觉得这支口红真的是 我会爱死它 第二支的颜色是霉红色 挤开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啊这个颜色应该 不太适合我 因为我以前好像有过这样子颜色的唇膏 诶诶诶诶 怎么不听话 它上手之后 大概是这个颜色的 其实单看手上颜色真的还蛮好看的 而且同样也是非常润非常丝滑 我本来以为它会是一个非常荧光的那种霉红色 没想到上嘴之后就是 居然是 这种 怎么说 有一点偏僵果的那种霉红色 我真的 我居然还挺喜欢的 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种大灾难 然后显得皮肤特别黑 特别黄 这个上嘴以后是真的还蛮好看的 哇 我觉得他们家乔色真的好用心啊 就这个颜色是真的 我觉得日常通行之类的 完全获得住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霉红色 我居然第一次和我有点激动 就是我居然第一次 对霉红色感兴趣 我以前从来我的口红里面绝对不能出现的就是霉红色 因为我觉得霉红色就会把我整个人显得非常黑 非常没有气质 但是他们这个霉红色真的调的蛮好看的 而且我真的很想表扬他们家的就是 你看 我请各位厂家爸爸就是能不能每一支口红以后 大家都做的这样真的很容易包啊 不然你看我像我这种新做的指甲 每次抠这个真的是抠半钱 这一支的颜色是枫叶红 从转出高体的那一颗我已经觉得我恋爱了 这个红也太正太好看了吧 上到手上试试看 诶这个红真的好好看啊 简直就是 不管是秋冬通勤那种 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种红色 我简直可以说是我爱死这个颜色了 就大家能从屏幕里面感受到那种 气质高贵 而且他们家质地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完全不显存纹 就是肥丝滑 特别丝滑 枝气丝滑 第三支叫做经典红 他们家做红色真的是好正啊 你看这个高体的光泽 还有这种红色的 真的很正很正 上手上手看一下 也是非常非常润的质地 而且这个真的饱和度特别高 真的好正 这个红是真的太台人气质了 太台人肤色了 而且是那种很古甜 但是又非常非常洋气的那种红色 并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极其极其正红的 那种 真的这个调色也太厉害了 他们家真的调色太用心了吧 好好看啊 真的好好看啊 你们喜欢吗 下一支是玫瑰豆沙色 里面的高体是长这个样子的 是一个非常浅 就是很有气质的那种玫瑰豆沙色 试试 你们看吗 很顺滑很顺滑 真的就是金蜜书的那个颜色 这个颜色也真的是太温柔了吧 太适合职场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金蜜书里面有的那种颜色 就好温柔好适合 我找不到好的形容词来讲 它就是真的好美啊 你们可以透着镜头看到那种吗 就是很温柔很温柔的一个颜色 感觉把整个人的那种气场都柔和了 如果你们正要去面试 正要去实习的话 只有这一支真的一定要买这个颜色 真的好好看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我真的太喜欢了 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金蜜书本人 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支叫做 聚焦 OK 叫做巴比粉 巴比粉是长这个样子的 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 因为我曾经见过欧美做的巴比粉 真的是荧光当让人觉得窒息 它上嘴之后没有我想的这么夸张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粉的 然后非常少女的一个颜色 但是它确实也做不到什么台肤色啊 或者说会把人显白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色气的人 应该非常喜欢这个颜色吧 OK 那现在还是让我再次涂上这个 金蜜书同款的豆沙色 给我一点时间整理一下放行 让我们开启一段 金蜜书的职场生活 OK 那今天就是整个金蜜书仿装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你有没有学会这种 真的非常非常适合上班 非常适合日常通勤的妆容呢 如果你对这期视频很满意的话 记得不要忘了帮我 疯狂的弹幕转发评论 收藏投币一条路服务 如果对我感兴趣 或者对我的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一定要点个关注啦 爱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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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